欢迎你去看上海关心底红的南岛新闻 第三天中间社区 特别开办苏贾丽东北盘班的课程 除了每天在社区志冈和社工厨 都来北盘社区苏贾作业美国 减着是安排了各种不敢在家或是外党 为了像是社区的苏贾生活 也让爸爸妈妈可以转心来做工作 学生在社区志冈以及社区的北盘之下 临近的来社工厄 这是在第三天中间社区 开办的苏贾丽东北盘班的库定 刚才有志冈以及社区来辅助学生医院 学生也会在每一天来基盘各种不一样的材质 让学生来学习 那暑假的课程我们就是有安排 族情然后族裕老族然后绘画 然后还有户外田园的文化探险 然后还有游泳课 然后家暴跟性情的影片宣导 跟行动剧的表演 然后陪伴班当中也是会有社工师 然后社区志工长辈协助 然后跟我们的学童一起学习 那我们在暑假的期间呢 我们公所也聘请了优秀的一个工读生 大学的工读生来帮我们协助 来帮我们辅导这些 这些文学这些功课 让学生闻起这些功课 那也借由这个陪读班 能够让我们本证的一些血统 能够更活泼 更有活力 更乖巧 开班北塔班的库庭 都要让学生 留学到基盘 来学习职的 也能做出来分担家庭的辛苦 让他们更冷了 放心交给社区 还不先工作 暑假的时候我们来这里聊秀 教导我们做美劳 还有学习游泳 而且还有提供午餐 老师会陪我教导我不会认得不知道的事情 我喜欢来这里 我希望这里可以教导我们学竹琴 我很期待上课时候可以学到 让我们小朋友跟家长都很放心 来这里可以学暑假作业 还有办一些活动 让他们都很开心 我们家长也很放心 像我们还要工作 他们一个人在家我们也不放心 在这里我们都可以放心很多 那我们的目的也希望说 能够协助家长 在他们暑假期间 工作比较繁满 能够放心的把小朋友交给我们社区照顾 然后希望孩子们能在这里 能够快乐的学习 然后我希望说 他们在这里的话 能够感受到我们的 给他们的课程 能够运用在生活上面 然后能够懂得感恩 在国家的知识之下 我们的当地学生 会在书家的旗舰 去书地市 还是在家 不但做了社区和学校 最好的喜欢 也有家长可以放心来拼近这 去吃豆串 张伯德 谢谢 好